被控偷窃苹果商业机密,中国小鹏汽车新雇员离境美国时被逮捕,小鹏汽车推出新款电动车,并计划建造自动驾驶汽车小鹏汽车网站,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名前苹果公司怀裔工程师偷窃,与自动驾驶相关的商业机密,并企图逃亡中国大陆在加州顺河西市的执法人员。 星期六在张晓浪英文名Bowland正即将登机前往中国大陆时将他逮捕,张晓浪据说在他孩子出生后,今年4月到中国大陆请陪产假回到美国后,他对上司说,他将辞职到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公司工作,这家公司也计划制造自动驾驶汽车,但是在张晓浪本应在中国大陆休产假的时候,监控摄像头却拍到他近乎, 进入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,将设计蓝图和其他资料下,再到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之后,他前往中国大陆,并获得小鹏公司的聘用。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张晓浪的律师都还没有发表评论小鹏汽车公司,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,称张晓浪今年5月初在受聘入职当天,签署了知识产权符合规定的文件,在获悉美国司法部门展开对他的调查后,公司封存了他的电脑声明说,公司与张晓浪的行为无关,并会配合调查。 感谢观看